小奴不知这算不算巧合 娘娘请看 太子与寿王虽同是一旁 但寿王的帽子似乎更为特殊 取了个帽辫 帽在骨子上通帽子的帽 考工计御人尚有语 天子直帽四寸 以朝诸侯 殿下在太子位已近二十年 虽有首相张九龄大名的支持 可寿王更受着武惠妃的百般呵护 近来又有礼林府投靠了武惠妃 张九龄为了安禄山的事 遭到皇上的怒斥 武惠妃更是得意非常啊 那你是什么意思 皇上此举 是在给殿下提醒 提什么想 表明皇上对所有的皇子们 是一世同仁 太子也毫无特殊之处 别忘了 王既可与之 亦可夺之 这么说 皇上在给我儿子的名字里面 遇失离弃 帽子 不就是王冠吗 皇上是要换太子了 娘娘 小心 叫人听见 一定是这样 这是天命啊 娘娘 怎么 我儿子就不能做太子了 殿下要审慎小心了 这就像下棋 使其用而得其助者胜 不知其用而致非其助者败 太子 你尚不是天子 绝不能致败其助 否则一朝不慎 满盘皆输啊 小奴还有禀报 李灵府要小奴转告娘娘 他怎么说 李灵府说 娘娘务必要让寿王 给皇上也长大成人的印象 他认为 寿王如果要接替太子 应更成熟一些才好 他是这么说的 小奴一字未敢更改 寿王 给皇上也长大成人的印象 那么你觉得 一个男人怎么样 才能让人有成熟之感呢 嗯 比小奴看 娘娘 小奴可要胡说了 民间把娶了媳妇的叫男人 把没娶媳妇的叫男子 娶媳妇 这是个好主意 那就抓紧四处寻访 尤其是杨姓戴子规中的女子 为什么一定要姓杨呢 这个 你不会懂 就别再问了 忠王殿下到 三哥 你怎么来了 叫我李玉 父皇刚刚赐了新名 李玉 这就对了 李玉这玉子 比我原来的名字李俊好 看来你是真喜欢这新名字 父皇起的嘛 没有喜欢不喜欢 没有受之 没有谢恩 不能辜负父皇的一片心啊 依我看 太子哥哥李英的英字更好 是吗 比你十八郎的帽子还好吗 当然 对了 李茂弟弟还不那个妃子 当然想那 但得我自己看上 三哥 你说对吗 谁不想 按照自己的心事做事 傻瓜也都想了 只怕是你母亲 会妃娘娘会替你做主 算得说的对吧 我才不管他呢 你只怕是嘴硬 到时候还得听会妃娘娘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 我们都是父皇的儿子 是好兄弟 不过 你十八郎李青是大福大贵之人 恐怕我这辈子是比不上了 还是叫我李茂 好好好 李茂 茂儿都拾酒了 该选妃了 一转眼的功夫啊 朕准了 那皇上看中了哪家女子 嗯 得茂儿自己看中才好啊 朕看中有什么意思 三郎就没有一点圣誉吗 找个好人家吧 别的 做父亲的没有必要多管 那臣妾就替茂儿选了 咱皇家的婚事正是选妃 门帝是头一位的 咱大唐哪家的门帝最显贵 自然是一礼二舞三样了 嗯 这五姓吗 就不提了 陈姐还敢提吗 依臣妾看啊 咱李家的婚事 得到杨家去找 太宗皇帝 娶隋阳帝的女儿杨氏为妃 齐王元吉 娶隋朝宗氏杨荣人侄女为妃 这茂儿的婚事 也要承袭前代 李杨殷亲的规矩 所以啊 咱们茂儿的妃子 最好姓杨 三郎说呢 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都平身吧 谢父皇 来 都过来 都过来 上年深秋 朕在宫苑之中插种下这片麦田 如今收获了 这要亲自领着你们来劳作 你们谁能体会 这其中的意义吗 嗯 太子 你说说 父皇是想让孩儿明白架色真人 是吧 皇子 你说说看 也许 也许 父皇是要将这些古物献给宗庙 所以 所以要我等亲自动手 以示对祖宗的敬意 还有呢 三皇子 朕看你有话要说 孩儿以为 父 农乃天下大本 春秋中 详细记录了脉盒之事 说明自古以来就明白农丧的重要 父皇 今日亲临农事 是要做天下的锤饭 告诫我等 切不可忘记国之大本 很好 是这么个简单道理 可是这样的简单道理 实行起来并不简单 朕近年来 屡次让你们去巡捡庄稼的收成 可你们有谁如实禀报了 不要以为 朕会全相信你们的那些数字 朕所种的这块麦田 就是依照关中普通农户的标准 既不后世交养 也不荒疏博对 朕就是要关其自然收成 以了解天下真实的农事民情 为君之道 必须先心存百姓 国以人为本 人以衣食为本 所以 一定要学会了解农事民情 不了解可不得了 太子知道目前长安 是洛阳的米价吗 儿臣正努力 也时常 时常求教于大臣 陛下 据臣所知 目前长安洛阳的米价 是自汉朝以来最低的 每斗米在十五千至二十千上下 最近的时候卖到每斗十三千 卖面则在一斗三十千上下浮动 捐一直维持在二百千上下 太子为自己找了个好老师啊 臣 你们之间常有些沟通吧 臣与太子殿下只是 好了 其实朕也并非完全禁止皇子与宫中大臣来往 比如你张九龄 是当今鼎鼎大名的文学之才 诗做得好啊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 好诗家句啊 但是 为君要有为君的智慧 为臣 应有为臣的才感 正向为父 要有为父之德 为子 应有为子之孝 朕对太子和诸皇子们 寄予了厚望 朕深爱你们 寄予了你们每一个人生命 还有姓名 朕一而再 再而三的 给你们更改名字 但朕听说 有些人为此议论纷纷 议论什么 朕名字中 除了爱 没有别的 你们切莫自作聪明 妄加猜度 生出些狼子野心来 别忘了 朕既可以做慈父 更可以做严君 你老了 还会再了 还会变丑 到那时怎么办 三郎 臣妾陪你 揍了二十年 臣妾自信遵守诺言 从没有敢设过朝政 为三郎 恶心立血地调理着后宫 如今大唐畅盛 三郎不会抛弃臣妾吧 臣妾受宠二十年 遭人恨 三郎如真抛弃臣妾 臣妾怎么活 怎么一大早的 竟说些让朕 听不懂的话 三郎 你都听见了 臣妾说错了吗 真是为改名字教训儿子们 但是没有说你 你临续后宫二十年 让朕能安心地 处理朝政 也是二十年 你共不可没 你就是再老再宠 也是朕的爱妃 这是朕给你的承诺 臣妾牢记三郎的承诺 臣妾和冒儿贤疑 谢过三郎 别什么事 都和孩子们扯在一起 你和朕的事就是你和朕的事 不扯怎么行啊 还都指望着他们呢 好了 起床吧 朕今天还要阅兵呢 今天皇上检阅比武 你确实比我强多了 你也很棒 蓬勃 谢谢你的酒 来 高公公还接见了你 我估计你是被皇上看重了 如果进了皇宫 可别忘了兄弟们 放心吧 你我都是兄弟 大家彼此就不要客气了 好 干 来 再干一杯 听说你在追求杨参军的女儿 啊 那可是个小美人 怎么样 搞到手了吗 哼 你怎么知道 谁告诉你 兄弟啊 你什么事能瞒得住我呀 哼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我就告诉你 我喜欢他 可是 我现在还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也不知道 杨参军 肯不肯把女儿嫁给我 哼 想那么多干嘛呀 叶长梦多 你小子可得抓紧了 晚了就成了别人的了 我把玉佩都送给他了 我也能感觉到 他也喜欢我 可他为什么不理我呢 嘿嘿 兄弟啊 哪天晚上 仙月访的一个丫头 非要把一个香囊 交给都尉大人 他肯定是没弄明白 这都尉是要分 折冲和果义的 我认定 他说的都尉大人 肯定不是我 我这辈子 没走过什么桃花月 我就把它给扔了 什么 你把它扔到什么地方了 火盆里 烧了 兄弟啊 我没什么桃花月 不过我看你啊 也尝不了 尝不了 我没有的东西 也不会有 你 我把你那一肚子坏 倒干净了 虚爱实习之不宜悦忽 有名字也放来看 怎么是你啊 哎呀 你倒是挺清闲的 人家可都忙死了 哎 怎么样 帮我约到他了吗 没有 我骗你玩呢 我去过都尉府了 不过他们说兵将们都去参加皇上的阅兵仪式了 还没回来呢 嗯 那今天是见不着了 哎 阿满 快跟我说说 你那天 去见皇上 皇上是怎么进的我们洛阳城 是不是真的很热闹 那当然了 哎 那天呀 人特别多 我好不容易挤到最前边的 嗯 那皇上啊 坐在那个轮架里 轮架是用六十四匹马拉的 特别的气派 皇上把车窗帘轻轻轻的拉开 然后 想万民致意 就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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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见到皇上什么样子了吗 那当然了 什么呀 皇上啊 嗯 天庭饱满 地阔方圆 两耳垂伦 姿美山目的 别瞎说 你根本就没看到 皇上是很威严的 你又没有见到皇上 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 我父亲就是管车马的 六十四匹马根本拉不了车 你吹牛都不会吹 嗯 怎么就不能拉呢 嗯 小姐 彭都尉在门外要见你 啊 他来了 这家伙 我去找到他不在 这会儿 又自己送上门来了 怎么办 父亲知道了 会生气的 哎 你别慌 你别慌 我去药那儿走啊 哎 你别让他走啊 玉环姐 我是让他到仙乐坊去等你 你敢去见他吗 敢 当然敢了 有什么不敢的 还不是以为你那块玉佩 我父亲那天一大早就烦我下跪 而且阿满妹妹也跟我受罪 都说我不好 也是我不好 我不该握着那块玉佩旧琴 哎呀 我怎么把什么话都说出来了 玉环 我喜欢你这样的性格 直来直去 你骗人 你明明喜欢的就是我玉环姐的漂亮 你说的对 你玉环姐姐是漂亮 连我的马都被惊着了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阿满 嗯 好 我不说了 反正啊 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蓬伯 我告诉你啊 你要好好地对待我玉环姐姐 你要是敢耍动她 我绝饶不了你 你别在意 阿满就是这样 可她心眼儿好 我和阿满一样 从小就没有了父母 是叔父把我养大的 就是我现在的父亲 他视我如掌上明珠 待我 就像亲生女儿一样 可是阿满不一样 她孤苦伶仃一个人 从小就被卖到了仙月房 但我们是天下最要好的姐妹 啊 对了 玉环 那天高公公还接见了我 谁是高公公 就是高丽氏皇上的大管家 他是皇上 有意挑选几个干练之人 进宫效力 我可能被选中了 真的 你要是进了宫 就能天天住在宫里 还能见着皇上 蓬勃 你一定会被选上的 可进了皇宫 就不容易再见到你了 那怎么办呢 我想 在进宫之前 向你父亲提亲 那可不行 那太快了 与我父亲的脾气 他肯定不会同意的 那怎么办 要不然这样吧 我们找阿满问问 他一定会有主意的 他 一个黄毛丫头 能有什么主意啊 你还不知道吧 就是这个黄毛丫头 把我的香囊 送进都尉府的 香囊 我都不敢提香囊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真恨我自己 怎么了 我的香囊怎么了 昨天晚上 我在练兵的时候 国义都尉收的香囊 他 他把它给烧了 他把那个香囊给烧了 都怪那个谢阿满 他都弄不明白 都尉府里有两个都尉的 你也不能怪阿满 要是我的话 我也会弄不清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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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临选不周详 漏掉了寿王真正的义中人 小奴可是担当不起啊 那依你的意思 嫌疑公主 也是皇上的心投入啊 公主又到了代驾之灵 不如先行操办公主的婚事 借公主的吉音变发情帖 这张网可就大了 届时寿王肯定到场 还能亲自定夺 这手心手背都是肉 一举两得 娘娘何乐而不为呢 你竟能屡屡说中我的心事 真不容 公主的事我早就想好了 明日你就把长宁公主的儿子 杨慧叫了 让我的女儿面见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要不要和杨慧通通气 不必了 我女儿嫌疑公主的绣球 不管抛给谁 她敢不摊开双手去接吗 那就定了 还有什么事吗 有件陛下的家事 贤疑公主要出嫁了 朕知道 陛下做出过皇家婚礼要从简的规定 可老奴祝 贤疑公主 毕竟不同于别的公主 尚且 尚且贤疑娘娘也十分看重公主的婚礼 是啊 当初贤疑未能立后 这些年来 朕对她颇有些复旧之看 女人呢 都很看重名分 就随她的心愿吧 改改规矩 翻一番 封赐嫌疑公主一千户 婚礼可以弄得热闹一些 是 陛下 妖妖姐姐 你来的太好了 要不然我在家里都快给憋死了 我在鼠地也快给憋死了 这下好了 我们两个谁都不会给憋死了 我姐夫呢 她没跟你一起来 玉环 王后还是叫我的小龄 花号吧 为什么 我男人过世了 什么 看把你吓的 花花姐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一定很难过 节哀顺变吧 什么节哀顺变呢 死了就死了呗 她活着的时候 整天忙着她的茶叶丝绸 跟我又有过几天的温存 现在好了 我一个人想到洛阳来就来了 天马行空 自由自在的 小呆子 别看书了 赵哥 你看谁来了 花花来了 请坐 你们俩不会是已经见过面了吧 玉环 我们还是出去吧 我们还是出去吧 赵哥她 不不不 我不读了 咱们坐下聊吧 干嘛要坐着 站着就不能聊吗 对了 对了 真的 花花花姐 我可从来没有当过伴娘 你说怎么办呢 明天宫里就要派人来给你量体才艺 还要教你演练礼仪呢 叔父说这是我们杨家的荣耀 那也就是说我真的可以进宫了 对呀 你还能见到皇上呢 皇上 婚礼 是人顿之本 皇家的婚礼呢 看是朝廷的盛选 这有严格的依规 你们有幸被选择皇家新娘的礼品从 一举手 一头族 都将代表皇家的位移 你们都站好了 左右两行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公主的位置 你们左右两行 每边四人 必须保持匀速前行 是哪个呀 还是哪个 保持微笑 就是那个呗 对 头抬起来 收回夏合 我看见了看见了 对了 天哪 她倒像是公主 别瞎说 你们在说什么呢 回公主 那边有个做贫从的女孩子 长得标志极了 大家都说 能给公主的大器天才 是吗 再来 公主 按说这些女贫从 都是皇家归秀 就这样 怎么就让一个小家碧玉 给比下去了 你看 就是那个 好 嫌疑公主到 嫌疑公主好 大家不要慌 还好对 给公主行礼 不用行礼这一套了 我只是过来看看大家 有劳你们了 不用问 你就是那个人人称赞的女孩子 小女子是姓杨吗 回公主的话 小女子是姓杨 名玉环 你是我特意请来的 如此看来 我请对了 谢谢公主 谢谢公主 不用客气 兽王殿下到 兽王殿下 兽王殿下 十八天下 这么说皇上有十八个儿子 父皇有子女五十多人 兄弟中我排十八 这么多孩子 皇上 你一个人有这么多孩子 父皇的并非多呢 我不知道 你别生我的气啊 我才不会生气呢 前代帝王中有子女五十人者 不会太少吧 只是本朝开国以来 以我父皇子戏最烦 相传周温王有子女一百多人啊 真的 没准我父皇会追上他呢 好玩 玉环妹妹很开朗 人就应该开朗嘛 你呢 你有几个孩子啊 还为娜妃 玉环又所不知 十八殿下请别见怪 玉环妹妹 你想问什么就问什么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喜欢这样 我不能再跟你说了 我得赶快去参加演练 要不然到时候那天 我该出丑了 那你去吧 我去了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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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帮我提亲 明天就去 不 现在就去 茂儿 你慢慢说 这东边日同西边包子的 到底怎么回事 母亲 我非她不娶 你早早去提亲 免得她嫁了别人 茂儿 你一个快二十的大男人 怎么说话行事 还像个小孩子 连个事情的原委都说不清楚 茂儿知错了 是这么回事 按母亲的旨意 茂儿今日去观看 姐姐婚礼的演练 其中有一个女贫从 天生励志 聪颖率真 她姓什么 哪家的女子 姓杨 娇玉环 是河南府 侍曹参军 杨玄角之女 前朝明臣 国子健 杨王的武士孙女 哦 还算是个名门之后 武文琛 小奴在 以我的名义 先去杨家提亲 再去查查杨玄角的背景 小奴这就去准备 谢谢母亲 茂儿 母亲从来没有见过 你如此清新一个人 你纳了妃子后 就得干点大事业 记住 她将来也只是你一个妃子 而绝不是你堂堂皇子生活的全部 嗯 洪伯 哈曼妹妹 哈曼妹妹 你务必帮我把玉环叫来 我明天就要进宫了 东卫大人 我可不敢再去了 玉环姐姐的父亲 看见我就头疼 再说了 你看 现在这天都这么晚了 玉环姐姐肯定出不来的 那 那你到底有主意没有啊 干嘛要我拿主意啊 她说的 她说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 阿门都会有主意的 我这会儿啊 得去跳舞了 客人们都在等着我呢 哎 哎 阿门妹妹 阿门姐姐 你就帮我这个忙吧 我怕以后 再见不到她了 那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 特别喜欢我玉环姐姐 那还用说吗 当然要说的 好 那我现在就说 你帮我转告她 就说我彭伯 生是她的人 死是她的鬼 这辈子 非她不娶 好 像个都尉的样子 那你就进宫 好好地干 我会把你的话 都转告给她的 玉环姐姐 也是个重情之人 她一定会等着你的 到时候 可别忘了 让我谢阿门 当伴娘啊 阿门妹妹的大恩 容彭伯 他日在报 天哪 你快起来 你个都尉大人 跟我行什么礼啊 只要香囊的事情 别再怪我就行了 别提她了 你让玉环准备好 以后总有机会见她 阿门姑娘 你是个好女孩 但愿以后有机会 能够再见到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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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吧 你美的 生是我的人 死是我的鬼 一个男人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心里当然美了 不害臊 对了 过两天我就要进宫当贫从了 我一定要想办法见到他 就是见不到他 你也得等着他 我已经替你答应他了 你要变了心 那可就把我毁了 那到时候你就把你自己嫁给他 你逃打 坏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也喜欢他 好男子 当然都招人喜欢 可是 我知道他喜欢的是你 我的命不好 谁说的 天地下 天地下的好男人 不止彭博一个 阿满 我真心希望你能找到一个比彭博更好的男人 但愿吧 阿满 公主今天把他的弟弟寿王殿下引荐给我 我不明白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那他怎么样呢 那他怎么样呢 怎么样呢 嗯 白白净净 人挺和善的 也很英俊吧 那比你的彭博又如何呢 干嘛要跟他比 我现在心里遮彭博 站住 是何人 速速通报 闭嘴 是皇上 皇上恕罪 与林副总管彭博今夜当旨 冒犯了皇上 起来吧 谢皇上 你就是洛阳那个武艺高强的折冲都尉 正是末将 年轻人 在宫里好好干嘛 彭博愿为皇上赴汤倒火再祖不辞 嗯 好 进宫里还习惯吗 回皇上 习惯 朕听历史说你还未曾娶亲 是 但已有 钟情女子 哈哈哈哈 倒是爽快人 侍奉皇上 保卫皇上安康为重 儿女情长之事 未经 嗯 作为一个军将是应该这么想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 还是应该爱其所爱 末将 谨遵皇上教诲 嗯 皇上 明天还有许多事要办 早点回寝宫歇息吧 嗯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哈哈 玉环 又见大启事 得告诉你 什么喜事儿 让我猜猜 啊 是父亲升官了 哎哟 比这要大 嗯 是花花姐要改嫁了 你这差到哪儿去 走走走 坐下说啊 那我可猜不着了 你也长大了 嗯 你也长大了 玉环 嗯 女大要当嫁 以后你成为人妻 可不必在家里做闺女 说话做事 一定要讲些规矩 可万不能给咱们杨家丢脸哪 父亲 你说什么呢 说了半天我怎么一句也不懂啊 什么女大当嫁的 哎 父亲我也正有话要跟你说呢 我 今天哪 皇宫里的五公公 专程到府衙来找我 以惠妃娘娘的名义 为寿王殿下向我正式提亲 要娶你 做寿王妃呀 什么 寿王殿下 是当今皇上 和惠妃娘娘最宠爱的皇子 五公公讲 这也是圣上的意思 哎呀 这就是天大的事啊 咱们可得稳稳当当的 可是我只见会寿王一面 我怎么可能嫁给他呢 更何况 我从来没打算要嫁给他呀 哎呀 现在不是说你想嫁给谁 而是寿王他想娶谁 我不管他要娶谁 反正我不会嫁给他 寿王殿下总会要逼婚吧 铺天之下 莫非王殿 帅徒之兵 莫非王臣 既然天子有此意 那就是亡命不可违呀 父亲 我记得小时候 您就对玉环说了 龟龟不能去 富贵不能赢 难道你忘了吗 虽然 尼环 我知道你的心事 就是没有卉妃娘娘提亲的事 我也绝不会让你嫁给一个当兵的 她不是当兵的 她现在已经是皇家的羽林军了 我说不行说不行 没什么道理可讲 你是我一手养大的 我要对你负责 对我们杨家负责呀 懂了 父亲 我对我自己贴娘也根本没有什么影响 你是最疼我最爱我的 难道你想看到你的女儿 从此以后不幸福不快乐吗 我的傻孩子 必再好好想想 寿王殿下一旦得知你和彭博有情意 而且你又聚婚 那彭博就完了 你 你想害死他呀 可是我喜欢彭博 彭博也钟情于我 我们两个是真正喜欢对方的 你要是聚婚 那就是我们杨家的末日 你懂吗 我 我真的没有什么奢望 我只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要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全天下只有一个人能做到 那就是皇上 孩子 你是个明侍的人 你再好好想想 作为一个军将 是应该这么想 但是作为一个女人 还是应该爱其所爱 这么管了谁呢 可能有什么人找我办什么公事 现在去看看你招哥 他病了 好